這是一個笨攤的地方 沒關係 用那些住衣落實 因為它是核子植物 它裡面的種子 它的種子是有翅膀的 所以它是透過 把球果打開的時候 它的風帶吹的時候 那個種子就會飛出去 所以在一個火燒的時候 因為它的這個松林底下 它會聚集了很多它的松針 再加上它本身的這個樹 就有一些油脂有沒有 所以當這個松林 它如果說有一些人為的干擾 或者是火燒的因素存在的時候 它就會進入到一個火燒 一直停滯在這樣的一個松林的景觀 那這樣的一個 如果說火燒過後 這個旁邊的這個松樹的種子 它就是透過風在吹的時候 因為它的種子是有翅膀的 就會飛飛飛 飛到火燒過後的草生地裡面 然後它就是用一個 它的拓指的方式就好像是 擴運器 它拓指的方式就好像是用散兵的方式 把這樣的一個種子散播出去 在這樣的一個草生地裡面 然後重新把 全世界的松樹都差不多 火燒之後促進發芽 火燒之後那個種子就全面整個發生 晚上再給各位看 因為這個地方我要提醒之好 我們晚來的時間 這一段蠻長的 趕快先盡量趕去那邊 大塔山那邊 好那我們就慢慢往上走 好嗎